那么接下来在学习这个摄像头之前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于摄像头的原理 我们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尽管我们目前在学习阶段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使用的是一个模块 对吧 那么可能有人跟你说 对于一个模块来说 我们不要去关心它内部的构造 我们会使用它外部的接口就OK了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这句话我大体上的认为是正确的 那如果你要非常详细的了解 一个摄像头内部的构造的话 这非常难的要各方面的知识 但是在我们整个这个项目过程中呢 还是多多少少用到了一些其他的知识 那关于它的一个原理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会用到它 要不然你用到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那对摄像头来说 第一个我们是研究那个颜色空间 我们知道摄像头其实最终呢 摆出个照片是吧 那摆在屏幕上了 那这个照片其实用各种颜色来涂出来的是吧 有不同的颜色涂在不同的部位 就形成了一个照片 那所以我们第一步要看看什么是颜色空间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 是七彩缤纷的 颜色呢是很复杂的 那么在不同的应用颜色里面呢 我们会习惯用不同的颜色空间来描述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 那最简单的我们大家都是学习IT方面的知识吧 跟电脑呢都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应该了解电脑里边的颜色呢 我们基本是采用了什么呢 RGB三色图是吧 R就是红色 G呢是绿色 B呢是blue 蓝色 那么在我们的电脑里边呢 通过这三种颜色来各种形式的匹配 然后形成了我们这个复杂的一个画面 对于所有的颜色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RGB这三种颜色来叠加 叠加起来以后呢 就产生了一个混合的颜色 至于如何叠加这个需要一些美术的知识的话 比如说完全的红色加完全的蓝色等于什么 这个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啊 那我知道啊 如果RGB三个颜色都满格的话都爆满 那得出来颜色是一个白色是吧 如果这三个颜色都没有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是黑色 我只认识这两种颜色 那至于其他的颜色呢 如何叠加这个需要一能美术知识 我们就不深入追究了 总之呢 我们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呢 这个图片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做出来的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这个三色的感光原理 这个三色呢 就是我们的传感器 那么摄像头是通过外部的传感器 感受到了光 然后转换成了我们的电信号 最终形成了我们的图片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三色是如何感光的 它是通过一个个的感光点 对光进行一个采集采样和量化 那么看到这两个字 大家应该知道采样和量化 这是什么过程呢 是一个魔术转换的过程是吧 那么它将这个信号 经过采样转换以后呢 最终变成了一个数字信号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传感器中呢 每一个感光点啊 它只能感受到这个三色光的一种颜色啊 它不是会同时感受到三种颜色 它只能感受到一种颜色 那所以通常所说的三十万像素 或者什么一百三十万像素等等 是指呢 其中有这么多一个感光点 比如三十万就会有三十万个感光点 那么每一个感光点 它只能感到一种颜色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是有问题的啊 那如果这个你感受到颜色 恰好发生错误怎么办 或者这个颜色恰好不是你要感受的颜色 那你就感受不到的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绿色 那你的感光点完全是红色 你怎么感光感到我的绿色呢 那这里边它是有一种算法的 当然这个算法不用我们去关心 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 这个算法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感光点感应的颜色呢 它是红色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传感器里面会有个模块 它会根据这个感光点周围的 另外两种颜色的数值来计算出这个感光点 它的绿色和蓝色是什么值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内部经过的一个计算啊 将一个感光点感受到颜色呢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RGB三色 那么然后呢 经过这种计算以后呢 我们这个值最终的会传给我们的一个客户端这块 当然这其中的一些编码方法 还有它的格式呢啊你可以不用去关心啊 但你要知道是有这么一种编码格式吧 RGB是怎么编码的 比如说R站哪个颜色啊 G站哪个颜色 那我们常见的一些编码格式 你比如说有什么RGB五啊 什么六六五六什么五五四四等等 那这个这三个数呢 代表这几个颜色分别占多少位啊 这是一个三色的感光原理 接下来我们看下摄像头的处理过程呢 其实这个摄像头处理过程 说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呢是通过一个传感器 将我们的一个光 然后转换到了一个电信号 对吧 转换到电信号以后 再经过一个魔术转换呢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传感器会有一个采样和量化的过程 经过转换以后变成了一个图像的数字信号 当然这个数字信号我们知道 由于感光点只能感受一个颜色 每个点只能感受一个颜色 那为了让我们的颜色感觉到感受到完全逼真 然后经过一个算法 将这个颜色呢 它跟它周围的颜色做一个对比 然后处理出一个真正的颜色 那整个这个处理过程呢 是有个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 我们通常说的DSP 经过这里边加工处理 那最终会给我们输出啊 那最终会有一个输出过程 那在我们使用这个摄像头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关心的这个输出过程 它最终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那至于他们中间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不是由我们所关心的 当然它处理过程中可能有些东西 比如说有些特效 我们照说这个照片是黑白的 或者等等等等的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加一个干预 那么大体过程你是不能去干涉的 这会是跟照相机 我们通常有关的东西 你可以干预 那在一个摄像头里边呢 会支持可能有多种颜色空间 不只是RGB 那么你上网上试一试颜色空间 可能会有什么YUV的吧 还有什么YCR等等 C还有一个C什么来着 我忘了CB好像是 颜色空间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这个摄像头 它其实本身也支持好几种颜色空间的 那具体是某一种的 在后期我们学习过程 你可以做一个配置 我配置上它是哪一种颜色空间来做出来 那它就采用了一种颜色空间 最后关于照相机呢 我们还要简单的了解其他过程 白平衡 这个其实整个是光学里边的一些概念 是吧 有的人可能了解这些概念 其实我对这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啊 我不太懂这些东西 白平衡 在不同的光照情况下 照相呢 会有不同的效果 有的时候我们进了室内照相 可能你感觉比较暗是吧 那你照到太阳底下照呢 可能就非常亮 或者你对着太阳 或者背着太阳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白平衡来调节一下 其实就适应不同的光照是吧 那这里边我们会有些效果 比如说在太阳情况下 阴天的时候 办公室里边 家里边还有自动 当然一般我们是选自动的 我们也不太会配这种 选自动 让它自动去适用这个光照 但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可以干预的过程 整个在这个成像过程中的事情非常多 那么这个白平衡 我们就可以去手动的干预一下 我让它处于哪种环境 这个大家在使用照相机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这个选项的 第二是色度 那么色度是色彩的饱和度 它是色彩的三大属性 比如说这大红就比湄公红的会更红一点 也就是说这个大红的色度要更高一点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调节的 那么你调色度会调出不同的照片 亮度 这个是颜色的明暗 还有什么对比度 这个对比度是经常用的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对比度 它越高 我们呈现的图像会越清晰 那如果对比度小的话 可能你的图片就非常的模糊 还有些特效 我们在照相机里面 经常会记得到的什么复古 还要撇蓝色撇红色黑白等等 那这些我们看到的东西 在我们的摄像头里面 你都可以做一些干预 其实这说白的一些 是我们照相过程的一个特点 我们成像过程中 照出照片有什么特点 利用这些特点 我们会把我们的照片 做得更加漂亮 更加清晰 当然整个干预过程 肯定是用中照手册上 我们去调节哪个地方 然后就把它做成 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 干净的照片 就会给大家看吧 谢谢大家